大家好 我是愛元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最新的攻略 元神 血狐 共五十五個 千枝九條沙樓突破材料 然後呢是這個血狐 是這個千枝和九條沙樓的這個突破材料 好 那我們首先呢 一起打開地圖 再來到我們道七 到這個 踏背沙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踏背沙左上角這個傳說錨點 到這個錨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跑到懸崖之後呢 我們直接跳海來往前飛 在我們前方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 我們的第一個這個血狐 然後這個血狐的話 整體這個路線都 非常的簡單啊 然後數量不多 大概一個人世界裡面的話呢 是五十五個 好 我們飛過來首先拿到這第一個 拿完這個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然後在前方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亦將得到成 讓我聽 我們把這兩個都點拿上 拿完這兩個之後呢 來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 左上角西北方向 接著往前走 在我們前方 這裡還有一個 這邊的話呢 是被這個草擋住了 我們跑過來一點就可以找到了 拿完這一個之後呢 朝著我們的小地圖 左上角西北方向 接著往前走 首先呢 在我們船的這個右側 大家看到有兩株 一個 兩個 拿完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左上角西南方向 翻過這一艘破船過來 還有一株 拿完這一株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面前一株 然後這邊還有一株 這邊也是兩株 拿完這兩株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 左上角西南方向往前走 面前就是一株 拿完這一株之後呢 我們再看到這個小地圖 下方南方向往前走 前方要過一段水 在前方這個島嶼邊上 大家看到我雪标指針這個方向 還有一株 好 拿完這一株之後呢 我們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這個 明椎灘右上角 大家看到 到這一株這個矛點 那我們到這個矛點之後呢 直接看到這個小地圖 右下角東南方向 面前就有一株 拿完這一株之後呢 再接著往前走 在這個船的後面 大家看到雪标指針這一塊 這個後面還有一株 這個地圖 跑過來就可以找到了 拿完之後呢 打開地圖 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矛點 然後這一次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在面前這個船的後面 有一株 拿完之後呢 再看到我們的小地圖 左邊西方向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 這裡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拿完這一株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南方向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面前的話還有兩株 拿到一株接著往前走 前方這個水邊還有一株 好 拿完水邊這一株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走到這個船的另外一側 然後呢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上方北方向 接著往前走 前方道還有兩株 首先是這邊被一個石頭擋住了 然後呢再往前走一段距離還有一株 好 拿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在一起打開地圖 大家來到這個明椎灘左邊 大家看到到這邊的這個矛點 好 那我們到這個矛點之後呢 我們的角色左手邊就有一株 然後面前還有一株 兩株連上就是 好 拿完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往前走 然後這個方向 維護大石頭 這個大石頭邊上的有兩株 好我們拿完這兩株之後呢 看到這個小地圖右下角東南方向往前走 隨便就是了 那麼拿完這一株啊 還是朝著我們這個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 前方 這個電氣機關邊上的話 一共有三株 一個 兩個 三個 拿完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往前走 眼前就是一個 拿完這個之後呢 再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往前 在這一個船頭的背後 有一株 好 拿完之後啊 大家跟我一起打開地圖啊 我們來到這個 蛇神之手右下角的這個矛點 到這個矛點之後呢 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 這個方向往前走 到了懸崖邊一個衝刺 跳下來 然後呢 看到我們的腳底下 在下方這一棵樹邊上 有兩株 你直接往這個枯樹這邊跳下來 門就有兩株了 拿完這兩株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下角西南方向 把四角擺平 沿著我們這個懸崖邊一直往前走 前方的話呢 是有三株 一個 兩個 三個 拿完這三株之後呢 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在前方這個旗幟後面 還有一株 好 拿完這一株之後呢 看到這個小地圖上方北方向 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一直走到底 在我們前方這個树後面 這邊藏了一共是三株 一株 兩株 三株 好 然後呢 在朝著我們的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往前走 我们先爬到这个小高坡上面来 有一株 然后呢看到小地图越太小东南方向跳来来 这边的话呢是有两株 好那么拿完这两株之后呢 我们在一起打开地图 来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九条正屋下方的这一个传送锚点 大家看到 哦这个锚点来 好那我们到了这个锚点之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越过这一堆假人到学家边 我们跳来来往前飞 前方呢有这一个像战壕一样的地方 然后在这一个插着长矛的这个木桥边上有一株 拿完之后呢朝着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接着往前走 大家看到这边的话呢有一个这个树桩 越过这个树桩之后 在前面这个破车边上有一株 然后呢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北方向再往前走 朝中里有一株 前方这个路边还有一株 好 拿完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前方这个路边呢就有一株 拿完这一株之后呢朝着我们小地图左边西方向接着往前走 在前面这一个旗帜后面还有一株 拿完之后呢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接着往前 在前方呢有一个这个断船 断船边上 首先是一株 拿完之后看到小地图上方北方向 在它的另外一头还有一株 好 拿完这一株之后呢朝着我们的小地图左上角西北方向往前走 走过这一块的水域啊 前方这个破船边上有一株 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北方向往前走 在这个怪物堆里面还有一株 我把边上 它会有一个斜在这株 拿完之后呢朝着我们的小地图上方北方向 大家沿着我们的这个水面先往前走 沿着这个水边一直往前走 然后大家看到在我们右前方这里 我们进来的话要往这边走 因为这边的话呢可以拿到这个雷种子 我们一定要去拿这个雷种子 不然的话呢它那个屏障进不去 所以我们先沿着这个水边跑过来 到这个小岛上 拿上这个雷种子 好我们拿上这个雷种子之后啊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往前走 在我们前方自己做小山底下 大家看到这边的话有一个屏障 我们就朝这个屏障笔子跑过来就好了 带着雷种子进到这个屏障之后呢 在这一块起来的大石头左边和右边 加起来的话一共是有四株 大家看到 好把这四株拿完 全部的这个雪狐就带大家拿完了 一条路线跑来的话一共是55个 但是突破168个还不够 所以大家要么在自己的世界等两天再收集 要么去简安人世界多收集几波就可以了 我们去期待下一个视频再见 大家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 我们去ğer边和右边和右边和右边的左边 或者右边和右边都是左边视频 然后左边向上衛小线的左边的右边 就是右边的左边。逆右边的右边